嘿大家好,我是KC,歡迎來到我的提示界 這是賽奧簡報第63集 賽奧簡報是每次羽毛球大賽都會準時更新的節目 如果你們想出歌台灣球手在羽毛球大賽的精彩表現的話 歡迎訂閱,才不會錯過 從2020年冬季奧運開始 台灣連續三年都在羽毛球殿堂上奪下獎牌 包括林安佩的奧運金牌 小代的奧運銀牌 2021世錦賽黛晉的銀牌 2022世錦賽黛晉與周天成的銅牌 可惜今年世錦賽所有台灣選手都倒在了八強或以前 五元連續四年多排的紀錄 就讓我們一起回顧本屆世錦賽台灣選手的精彩發揮吧 上禮拜我發布的簽表分析裡面有特別提過 南丹的簽表非常的爛 周天成抽到龍王基本死定了 王子維要碰到陸光祖跟李世峰晉級的機會不大 結果王子維直接打我的臉 連過三關闖到了八強 在32強打陸光祖的兩強比賽 在局數打成1比1平手之後 第三局王子維展現低水不漏的防守 在中場相持打出了巨大的優勢 並且靠著積極的下壓打出了一波11比2的上半場領先 原本以為氣力放棄的陸光祖 沒有想到在下半場直接爆氣 在16比9的時候連拿7分 硬生生把比數追到16比16平手 把台灣觀眾直接嚇到了心臟病病發 雙方一路糾纏到18比19 陸光祖超前的比分 好在王子維最後有穩住 連拿3分逆轉比賽 王子維倒地高舉雙手怒吼的身影 只是他變成黑馬的第一步 下一場面對全英冠軍李士風更是以2比0橫掃 在第二局11比3的時候 打出驚人的439公里的扣殺時速 震驚全場 老實說我已經不記得上一次看到台灣男大選手 打出這麼快的殺球是什麼時候了 但其實這不是我覺得最精彩的一球 我印象最深刻的 反而是第二局1比0的時候 王子維連續4球推底線的控場 把我眼鏡都跌破了 等一下 這個人真的是王子維嗎 我印象中的王子維只會放短接扣殺而已啊 這個連環控場是怎麼回事啊 而且這一球最精髓的 是王子維先生連續兩球彈到後場 李士風飛身籃接之後 要回防中場來抓王子維的頭頂去高球 結果王子維第三次推同樣的落點 把李士風打出轉身 子維這個時候動作非常的刁鑽 他在向前跑的時候 注意看他的手已經伸直了 球拍已經擺出來了 這是一個標準的放短動作 這才讓李士風第一個反應是往前跑 結果王子維只用手腕的力量 一甩直接彈到後場絕殺 這個假放真推做得非常的刁鑽 我作為觀眾第一次看的時候都被騙過去了 這在王子維過往的比賽中是相對少見的 更何況今天是面對全英冠軍李士風這種高手 要知道這場勝利是王子維今年第一場 面對Top10的選手的勝利 過去一度八連敗的他 能在面對李士風的情況下 打出一顆439公里的扣殺 以及刁鑽的假方真推 這都顯示出 這次的王子維不只體能狀態很好 而且在球場上還很冷靜 即使面對陸光組決勝局的逆轉 以及李士風強大的威壓下 王子維依舊展現了非常傑出的表現 把我賽前預測徹底打臉 雖然在八強賽還是不敵昆拉伍特 但是至少他第一局打出了侵略性 甚至突破極限 在8比8的時候打出一顆483公里的扣殺 實在是太誇張了 到了第二局半場也還以11比10領先1分 只是後面很明顯是受到體能影響 昆拉伍特的防守以及體能真的太扎實了 把王子維硬生生磨死了 後面甚至能看到王子維明顯在拖延比賽的節奏 來試圖讓自己喘口氣 還被主神警告了很多次 甚至被發了一張黃牌 可見王子維在經過三天的大爭之後 真的體力不計無法再戰 五元生涯首面的市集賽獎牌 不過八強賽也已經是生涯最佳的表現了 下半年還有很多的大比賽 希望王子維能夠維持好的表現 繼續把我的臉打中 女單帶子維生涯最後一屆的市集賽 很遺憾地倒在了八強 倒在了馬琳的手上 我賽權預測就說 馬琳是5-8種子中最難打的選手 小黛輸馬琳的機會不小 這次馬琳連斬小黛跟山口倩 也算是印證了我的說法 馬琳這次的殺千變速可說是無人能敵 不只是小黛節奏跟不上 連山口倩也被打穿了 這次比賽可以多次看到 馬琳直接以球威殺穿對手的畫面 但是最可怕的是 這次馬琳的正首位的切球落點的掌控 真的太完美了 他的斜切落點幾乎每一球都在壓線 配合他恐怖的直扣球威 讓防守球員不只要守右後場 也要兼顧左前場 跟山口倩打的最後一分 就是這樣 就看今天打球後安行能否發揮這種表現 把生涯第四關給拿到手 馬琳已經是女單歷史中最多赤錦賽冠軍的選手了 如果今年連斬三個F4奪冠 那不只F4要變成F5 馬琳可能就是毫無爭議的 女單史上最偉大的選手了 至於戴智穎也確定以2021世紀賽一排 作為他生涯最佳的世紀賽成績 那我看到很多留言說 2017年小代參加世大運是最大的掰比 當年作為小代的巔峰年 肯定能奪冠之類的留言 對此我想說的是 如果當年戴智穎沒有選擇打台北世大運 就不會有那麼多人認識戴智穎了 也就不會有後來的台灣羽球風潮 就是因為當年已經是世界第一的戴智穎選擇放棄世紀賽 決定把世大運的冠軍留在台灣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認識戴智穎 而成為他的粉絲 如果他當年選擇參加世紀賽 可能今天就不會有那麼多人接觸到羽毛球的魅力 戴智穎他可能不是世界冠軍 但他毫無疑問的 是引領台灣羽壇走向大眾化的明星人物 是台灣人心目中的酬后 退一步來講 18年小代冠軍數量比17年更多 也還不是倒在八強 2019年八強賽19比21輸給新度 是當年新度奪冠唯一有被威脅到的一場 明明有冠軍實力的戴智穎 就是無法突破八強 那已經不是球技的問題了 而是心態上的問題了 既然如此 又怎麼會說2017年參賽就一定會有好成績呢 無論如何 就算戴智穎沒有世紀賽金牌 也無損他的羽壇地位 他的技術流打法是革命性的 他逼迫所有的選手都要來研究戴智穎的打法 214周的球後周數也是不可抹滅的 即使他沒有馬林這麼多冠軍 那麼偉大又如何 難道戴智穎一定要是史上最偉大的球員 才能被台灣人支持嗎 不管今天戴智穎的成績如何 他就是我心目中的冠軍 因為是他帶我認識羽毛球的 因為有當年的他才有現在的我 也希望各位能夠一起繼續支持台灣選手 在羽壇上的表現 畢竟他們是代表我們出去爭光 也算是不枉費戴智穎為台灣羽壇所做的努力吧 接下來我們來說一點可惜的比賽 許文奇兩局19比21 奇敗給了伊瑟農 是他生涯最接近從伊瑟農手上拿下一局的機會 而許文奇對戰所有Top10的選手 還是沒有能開張 另外混雙的新衛組合 也是錯過了三個賽末點的情況下 輸給了韓國的金正組合 這場比賽兩邊的男選手前一陣子都有很大的傷勢 所以兩邊打得非常的糾結 即使如此 新衛組合在拿下第一局之後 第二局一度以17比11大幅的領先 20比17手握三個賽末點的情況下 被連拿5分逆轉 第三局14比14平手的情況下 氣力放盡被連拿4分拉開 最後新衛組合就這麼倒在了16強 雖然很可惜沒有錯啦 奧運積分也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考慮到金正在8場賽被虐歪 以欣慰這個狀態上去也是被雅思虐 還有額外受傷的風險 這個籤本來就差不多長這樣 所以輸了也不算太可惜吧 倒是男雙就真的比較讓人失望了 李昂佩兩週以前出現王琴腰部不適的狀況 這場又發生了李昂腳踝不適的醫療暫停 連羊佩能否保持健康還是最重要的課題 而羊肉爐兩局輸給劉歐組合就真的蠻可惜的 第一局18比20落後下守住了兩個局墨點 還超前比數自己手握兩個局墨點 可惜最後還是被逆轉 有趣的是 雙方上一次交手的比分跟這場完全一模一樣 都是24比22 21比16 只是勝者互換了 如果第一局有拿下來的話 以羊肉爐這種會越打越猛的氣勢型男生來說 露死誰手還不一定 而輝瑄組合首輪大爆冷第一種子的雙阿晉級 震驚了全世界 BWF的官網的頭條新聞就是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雖然分數始終驚訝 但是輝瑄組合幾乎都保持領先 直到最後完成爆冷 16強賽面對目前已經打進決賽的江徐組合 也是差那麼一點點 第一局10比15落後的情況下 連拿5分追平比數 雙方糾纏到18比17 輝瑄1分領先 最後卻被逆轉 考慮到第二局輝瑄組合大比分碾壓 輝瑄組合這場比賽是真的有獲勝機會的 可惜第三局13比14 1分落後下被連拿4分點定白局 韓國百年一見的雙打奇才 許承仔 目前在男雙跟混雙的項目中 都打進了四級賽決賽 真的是太扯了 他在4天內連打了8場的雙打比賽 全部獲勝 這已經是超人等級的誇張了 就看他今天能否創造歷史 成為四級賽雙冠王了 至於女雙的部分 本來我不騎不帶 結果琴琴組合差點上演的大包冷 在拿下第一局之後 第二局聯手5個局末點 到了23比23平手 甚至還有兩個賽末點的機會 差點把這隊現在拿到四級賽同排的韓國女雙 給首輪淘汰 對, это會 ấy止了 對,他們 straight了 他們的開始做了 對,他們發弋了 對,過渡了 對,過渡了 有一點失控委 對,過渡了 他們在有這樣的經濟 對,過渡了 對,過渡了 沒錯,過渡了 她引入了一場的機器 更加上 加上 又接受了 剛才 對 對,過渡了 只能说这次台湾选手真的都差那么一点点 不过也把我的脸打得蛮肿的 喜欢下礼拜的中国一千赛 他们可以继续加油 谢谢大家今天来聊 我是KC 我们下次再见 Peace out